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論盡香港》的《論盡後條》 我是家偉 今天想和大家說什麼呢 就是突發美國經濟奔盤求救 中國列了四大要求 究竟哪四大要求呢 另外第二個題目就是拜登屈服買勞報 嘩 又叫人制裁又盛 這次歐盟慘成冤大頭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呢 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都是那句 請大家留言 分享 訂閱 讚好 令到更多人都像你和家偉一樣 一起論盡香港 喂 我們論盡香港的會員制已經開通了 你載了沒有 我們的會員制只不過是20元起 你沒理由不載吧 快點來載我們的會員 喂 還有 大家記住 喜歡不喜歡也好 幫手按個讚 訂閱我們論盡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 看Facebook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讚好我們的專頁 下面瘋狂留言之餘 將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會知道 和可以一起討論 國家 香港 和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美國經濟有多不行呢 其實今年 現在這一刻 已經創下了1981年12月開始計的新高 40年來的新高 今年的通脹 他簡直是過了8.6% 完全高過市場的預期 美國總統拜登 因為早前有不同的事件 不斷被人改名 包括姓賴 或者姓屈 姓賴我就不再說了 怕黃標不上街 姓屈的話 是因為他喜歡屈人 今次他將美國經濟這件事 屈了到俄羅斯總統拜 普京身上 因為是俄羅斯而引起的 他也強調華府 即是他們自己白宮 一定會盡能力降低物價 盡能力降低物價 這件事不是今年說的 其實是每年都說的 但是說了這麼久 好像也解決不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他 可以做不做得到 他說了說會盡力 是不是盡力也做不到 不知道 不過他說有一系列的方案 就會解決 包括解決經濟工作上的問題 核心說要什麼通脹 要怎樣緩和地慢慢減退等之類 但是搞了這麼久 他說了這麼多事情 大家都看到 美國經濟根本就完全沒有緩和 早前更加出現的情況就是 出現了奶粉荒 最近出現了女性的衛生筋 都搞不及做不及 有看到美國現在這麼大的事情 究竟美國會怎麼解決 這個內憂問題 說內憂還有外患問題 包括之前的美國峰會 和亞洲恆 完全沒有國家理會他 這些外憂內患 怎麼解決 對內 對內就是轉而視線 怎麼轉而視線 就是大家全都在焦點上民生問題 行行行行 沒問題 我多弄一些電視劇給大家看一下 例如什麼電視劇 美國白宮自己 他們用了美國的錢 去直接做了一個專輯出來 這個專輯就是說 特朗普在2021年的時候 在選舉輸了 選舉輸了之後 就繼續說 他們說他們煽動一些人 搞亂國會等之類 做了一系列一連六日的片段出來 在全美國一起播 就是目的要做什麼呢 是今年大選 就是要告訴大家有大選 告訴大家 共和黨是壞人 你不要選他 這個是第一個轉而視線的 第二個大家都記得了 上個星期我已經說了 尊尼特普和安巴克德的離婚事件 已經說找了一間公司 就馬上把這些東西 變成連續劇拍了出來 也是令到市民 又是轉而視線 這些不行 第三件更加厲害 就是他用UFO 外星人這件事 他跟大家說了 今年的話 我們就預計會做一個旅行團 就帶大家看看 探索外星生物這件事 而這個外星生物事件 除了會拍一下連續劇 做一些一系列的旅行團之外 更加會橫跨到今年 也會繼續做一系列的事情 務求是要令大家 忘記了現在美國通脹 那你說家偉 你覺得這件事 他們的美國子民 會不會不知道 其實這樣說 我不是美國人 我真是 你知道嗎 我也很難可以判斷 不過美國政府 在不斷推動這件事 所以我估計 就是今年在大選之前 也會不斷不斷不斷 有很多很震撼性的電影 和很多震撼性的電視劇 是瘋狂的輸出 令很多美國市民忘記自己 現在說不夠奶粉 沒有衛生巾 買魚貴 入口解決不了等等 之類的問題 而對外的話 他又會用兩個方法 去幫自己解決問題 第一 就是扮大哥 繼續幫其他國家解決問題 但是怎麼解決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怎麼辦 那怎麼辦 不是整個問題出來 你也不是忘記 他們曾經拿一盆洗衣粉出來 說攻打某個國家 搞中東 對不對 還有 一有戰爭 就一定是涉及軍火 軍火的話 喂大哥 我現在幫得了你 我當然是順便告訴你 喂 這支好東西來的 拿去洗吧 之後幾次給錢 那這些就叫做收割 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經濟上 實質上 其實我先扶起你 那我給你一些命令 給你美國訂單 你做吧 再做一下之後 用一切的經濟手段 直接收割你的成果 收割你的成果之後 還要拿你那間最大的公司的主導權 講的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講兩個例子 一個叫日本 一個叫韓國 很成功 台灣就是一個同步進行的例子 就是什麼 你沒有問題 幫你整個問題出來 台海問題 你要買軍火 我給你一些垃圾 我給你一些退役的 咦 不是啊你用的 F15 是正事 你的國家沒有的 不是 你的省沒有的 哎呀 我忘了 其實我也不承認 我跟他沒有幫交 是啊 美國其實幫台灣 但是其實真正來講 它是跟中國是建交而已 跟中華民國 一早就斷交了 但是為了錢 不惜欺騙一切 當然要搞風搞雨 經濟上的話 它又會怎麼做呢 台積電 台積電 作為一家全球知名公司 差不多八成或以上的 晶片技術 台積電是很大的 美國已經說過了 之前在去年的時候 已經是嘗試收了全世界最出名 最高端的晶片技術 要求他們 嘔個做法出來 亦都說最接近 亦都說 希望這些公司直接在美國設廠 那就是怎樣 收割你的台積電 正當家衛說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究竟台灣的子民又怎麼想呢 其實台灣他們是很有趣的 蔡蔡子總省長 他們用的方法就是 不斷在民心和民身上 搞更加多的事情 利用大家說覺得很亂 等之類 就自己扮超人走出來 這麼多位不用怕 蔡英文在幫你 但是這招讓板氣等之類 做得太多了 很多的台灣省的省民 都已經開始知道 空心菜真的是空心菜 之前說信了你一鑊 被你滑到嘆嘆要 反過來現在這一刻 唉 我都真的選錯人了 不過選錯還選錯 現在這一刻 台海問題已經被蔡英文炒到慶合合 很多市民仍然覺得 中國真的打到你 就是運用恐懼 為什麼台灣省蔡英文 夠膽搞這麼多事情 就是因為 有個老人家站在我旁邊 這個老人家很厲害 我認他做八爺 厲害 美國 美國 經濟上正在收割你 同樣地 幫你搞個問題出來 搞這麼多事情 搞這麼大的農服 那究竟搞什麼呢 為什麼要幫台灣 從頭到尾都是一樣 錢 美國剛剛我所說 開頭的時候 就說他經濟已經很不行了 那他怎樣解決 除了是說內憂外患 是說用這些 拍電視劇等之類 或者是說搞其他國家 賣軍火之外 究竟有什麼方法 可以一炮過清美國經濟問題呢 美國經濟問題還有一件很離譜的事情 就是要找數 按出來引銀子 幾千萬億 哪個國家接近 要找一個折盤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做得到 只有中國 正常你有求於人的話 你應該跟他說 喂 是很久沒見了 喂 我拿著上等的龍井過來 不是 拿著上等的東西過來 和你探查慢慢聊天 聽起來應該是這樣 但是美國就不停利用台灣問題來搞中國 那麼我們國家不是傻 一看就知道 所謂的台海問題 就是有人在後面助拳 所以其實我們國家也是發表聲明出來的 已經說了 台灣 即是我們中國的外交部已經說了 台灣一直是我們中國的領土 台海不是國際水域 因為美國是說幫台灣的時候 經常都好像 怎樣令到台灣的人覺得是美國幫他 就是美國的船 整個人在台海中間 按轉一下 那麼多位台灣子民看 我是美國人 在幫你幫你幫你 但是其實純粹走走 但是這些是絕對挑釁行為 我們國家也已經出了聲 所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總之一句說完 有關台灣上的問題 美美人什麼都不用想 總之 中國 我們 對於台灣 這是絕對的底線 你要搞什麼台獨等之類的話 不好意思 我會用盡一切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還有 我們國家也說明 台海的穩定最大威脅是什麼 就是台獨和美國的縱容支持 這個正正就已經說了 如果你台灣不搞什麼台獨的話 你就繼續 就有你了 問題就是 一直都說一個中國政策 各自表述 你喜歡怎樣表述就怎樣表述 但是你說要獨立的話 真是不好意思 另外 美國 你擺明是在後面推波助瀾 令到他覺得自己可以獨立 所以我們外交部已經說明了 台海的穩定是最大的威脅 也都看穿了為什麼美國 你總是要在後面搞這麼多事情 從頭到尾你想怎樣 要錢 我們國家就一句說完 我們說四件事 這四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明 不要再搞台灣問題 你再搞任何台灣問題的話 什麼都不用談 我們有四個要求 對著美國 第一 不要再抹黑我們中國 第二 不要再打壓我們中國 第三 不要再干預我們中國內政 第四 不要損害中國的利益 為什麼會說這件事 就是因為跟你說明 子彈是沒有眼的 你真的要玩起來的話 我一定跟你玩得盡 但是現在中美正處於這個重要的關口 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 其實理論上應該為了整個地球 和整個世界做一些共同利益出來 而不是互相針對 兩個國家如果不能夠和平地合作 其實對兩個國家完全沒有好處 中國堅定反對 以競爭定義中美的關係 我們從頭到尾都不是競爭的對手 如果美國你質疑 是覺得中國是一個威脅 甚至是一個敵人的話 將會犯上歷史性的錯誤 說了這麼多件事 在軍事上 和美國你講得明白 你不要亂來 你試試亂來 我一定會更加 我一定會讓你知道 什麼叫中國力量和中國速度 第二件事 至你想怎樣 你不用擔心 我看一看你想怎樣 先指聲明 你真的要繼續說拿台灣來玩的話 我不會跟你客氣 還有 你想找人接的話 接你那些什麼國債之類 你放眼全世界 哪個國家可以幫你接得到 又沒有 沒有 你求人還要求這樣 你有沒有過分了一點 其實如果說回歷史上 美國曾經找中國幫忙 買我的國債 之前是直接找希拉尼過來中國 做show也好 什麼都好 大讚 中國好東西 不錯不錯 好啊好啊 那麼好了 不如幫我們買些國債 那時候也是叫喵 對不對 現在你拿台灣問題壓我們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中國說就說明了 美國你收到多少 你是說你接收到多少的訊息 我相信美國你收到 究竟你應該是收手 搞好自己經濟先 還是怎樣呢 美國你自己解決了 今天阿嘉偉都不用給什麼任何意見 因為我們國家已經給了 四大要求出來 就是你不要搞我們國家內政的問題 就行 你不搞的話大家就坐下談 你總是要搞的話 到時候你自己不調 真的沒有人再救到你的 這個真的是你自己國家內政 我真的教你不了 美國聽到我們國家說什麼 自己動高層板想清楚 拜登你不想再被人說你是姓屈或姓賴的話 想清楚 今年大選 你大選之前真的搞不定的話 我想你的總統寶座都應該動過水 正當剛剛嘉偉還說他是不是姓屈 我姓賴的時候 又有另一則新聞跟大家說說 拜登就一直跟別人說 你不要用美金 你不要用盧布 俄羅斯不是好人 搞了一堆東西之後 搞到這個俄烏 弄了衝突出來 說真的一句 本身沒有這場戰爭 沒有這場所謂衝突 但是美國不斷煽風點火 好像透露的 不斷撲暈他 俄羅斯收到風 俄羅斯就來了 真的搞下去 烏克蘭很大件事 一次說沒有所謂 你天天說了幾個月 之後還在隔壁 摩拳擦槍 到底搞什麼鬼 最後的話 哎呀 真是俄烏真的出現衝突 歐洲又看到 這麼大件事怎麼辦 美國更加在後面 推波助瀾 歐洲國家你看看你後花園著火 是我就不忍他 德國你幫一下他 大家是北約成員 但是烏克蘭又不是北約 我怎麼幫忙 我不管 總之現在後花園失火 就趕快救火 那麼歐洲就被美國 即是美國 即是北約的大哥 不斷摩拳擦槍 在壓迫之下 變相就要下水了 你一下水的時候 俄羅斯就馬上說 喂 那麼多位你成功歐洲的話 真的超過一大半 都靠我天然氣和能源 如果你真的再下手去幫忙的話 我就咳你氣了 誰知道 他們是怕美國多於怕俄羅斯 那不就斷你氣了 當然 俄羅斯 都可以了 已經說明了 這樣 我一致力難做的 我弄了一個名單出來 還沒填名字 還沒填國家的名字 你誰想買我的能源的話 用勞報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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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斷了 這個消息 不用加偉再多說 大家聽到 有很多國家都說 哎呀不要了 我怕了美國 不敢不敢 撲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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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抗拒 用勞報結算 但是加偉也說了很多次 很多國家暗瓦底都仍然說 用勞報結算 甚至乎是溝油 是不是 為什麼又會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 他們用中間人 找一間公司 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你不是要國家和國家去談 公司和公司談 就可以解決到 正當就是整個歐洲 都可以利慢著 抗拒勞報 美國不斷叫人 不要和俄羅斯做生意 搞到自己國家經濟出現了問題 之後 哎呀 剛剛又出現了一個問題 美國無緣無故突然又 用勞報給了俄羅斯 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俄羅斯作為一個 曾經在蘇聯 接管了蘇聯很多很多事情 其中一件事叫太空科技 俄羅斯的太空科技 厲害的 跟美國拍照 當年說冷戰時間 你射一顆子彈 你射一顆東西上去 我一起射一顆東西上去 你弄火箭 我弄火箭 你弄什麼 我弄什麼 但是弄一弄之後 冷戰完了之後 兩個國家不如合作 不要搞那麼多 之後就出現了一個 太空站出現的初體 而美國也發現 其實搞這些太空科技 很浪費錢 而且出現了太多太多問題 就是火箭 升空太空船等 其實很危險 因為美國自己的太空船 曾經發生了兩三宗大事 簡直是解體的 爆炸 所以美國就開始 嗯 我就要好好想想 如果我用了這麼多錢 投資出來 整個衛星也好 整個太空人也好 整些什麼下去 真是發生意外就沒有了 所有東西附諸東流 那怎麼辦 所以當時到了2011年的時候 美國就索升 嗯 我們就宣布太空站 發展太空船上去 不要了 不再執行太空任務了 直接退休了 如果真的要乘飛船 或者乘太空船上去的話 嗯 沒問題 找俄羅斯 乘俄羅斯的太空船上去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令到俄羅斯 成為全世界唯一一個 是能夠直接射太空船上去太空站的國家 那你做了獨市的話 就開始貴了 價錢就越來越貴 那開始由一個 就是二千萬美金開始 慢慢慢慢升到七千萬美金 再升到九千萬美金 最後一個位的話 搞成億美金 那這些絕對是天價來的 但是沒辦法 是獨市 美國就不是傻的 美國就開始想 究竟有什麼方法解決呢 自己國家有做的話 好像很浪費錢 啊 有辦法 我贊助公司出來 我給些錢給公司自己研發 最後找了兩家公司 一家是什麼 Tesla 第二個 波音 最後大家都知道 Tesla 就是這個馬斯克 他真的能夠做到一支 由公司 私人公司做出來的火箭 可以直接射太空人上去 那你說 那就可以了 美國直接用Tesla 那些就OK 但是其實是有選擇的 不過美國仍然是使用俄羅斯聯盟號的飛船 為什麼 因為安全係數高 什麼意思 你猜是Tesla的老闆 真是第一次又成功嗎 當然不是 中間出現過很多故障 剛剛也在說為什麼美國會放棄他們自己的太空船上去 就是因為你維護也好 創造也好 如果有任何冬瓜豆腐有意外的話 你會蝕很多 所以 他最後還是找回俄羅斯 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我真的比Tesla這麼大 美國是不是真的這樣做 這一部分就是 美國就是因為他曾經利用過俄羅斯的資源 所以最後就用盧布去結算 不是啊 美國只給美金就可以了 不行 美國踢走了俄羅斯的嘛 俄羅斯現在是說全球來說 很多銀行不肯和他做生意的 所以就硬要用盧布 喂 等等 不是啊 美國無賴 如果他真的不賴帳怎麼辦 俄羅斯又反而不擔心啊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太空科技當中 的行頭很小而已 來來去去只有幾個國家而已 如果你這麼小的行業當中 給全世界人都知道 你看看美國 賴帳啊 拜登又變成了姓賴啊 哎呦 你想想多大件事 還有啊 俄羅斯和美國簽訂這些關係啊 等之類呢 一早就已經公開於世了 那美國夠不夠膽賴呢 如果你真是賴帳的話 到時候就真是很損壞你的國家聲譽的 那再者俄羅斯和美國之後呢 其實還有很多太空上的事情 是互相幫助的 美國沒有了俄羅斯 真的很不可以的 在太空上的話 那所以 美國不是撕爛快皮 沒有面子都要的 埋單吧 難道不埋單嗎 吃飯回餐很大件事的 這件事一出去之後 歐盟呢 真的全部人都跪在那裡了 就像Sportlite那樣 啪的聲音 打到你那裡 不是嘛 大哥 我就是因為聽你說 要制裁俄羅斯 我搞得德國為例 北溪二號 一號 停了 所有事情都停了 拆銀了馬 大哥 我因為跟俄羅斯搞這些對抗之類 你知不知道搞得我們現在歐洲國家多窮啊 你現在跟我說 你竟然用盧布 怎麼搞啊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歐洲現在的情況 可能大家知道英國現在是怎樣 電費越來越貴等之類 法國總統其實也有說過 現在整個歐洲情況有多嚴峻呢 現在簡直是進入了一個戰爭經濟狀況 戰爭經濟狀況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現在整個歐洲 最簡單的說 例子 已經再不能夠用上一年的生活節奏和模式去生活 為什麼 都說了 俄烏衝突其實影響很多很多問題 全球所有的物價不斷飛升 食物問題只是有恐慌 為什麼 因為東歐正正就是整個歐洲後花園包括是種者食的地方 食物都出現危機 那你說 究竟現在可以怎樣算 最簡單就是 求和就算了 不打仗就可以了 解決衝突就可以了 當你解決衝突的話 那些東西吃就可以照運輸了 只要不衝突 你跟俄羅斯繼續有話 一方面衝突 另一方面又說俄羅斯賣東西給我 神經病 你正在制裁我 我還要賣東西給你 我直接不賣東西給你 但是同一時間 俄烏衝突 俄羅斯又說了自己的說法 烏克蘭就說 澤連斯基奧 一定要抗爭到底 你說你在歐洲你頭不頭痛 多方面給美國滑你 現在是說經濟自己也要拿東西 你說可以怎樣算 我又再說一次 好像剛剛美國的情況一樣 我又不是歐洲人 我只不過是一個中國香港人 歐洲可以怎樣解決呢 我覺得就 趕快找習連斯基談談 找個中間人出來說 兩邊做和事 就趕快解決它 歐洲解決不了 頂不住 你還想著說 哎呀我很怕美國 你沒得怕的了 美國都現在親身示範告訴你 他都用盧布去埋單 那你還怕些什麼 不知道大家有怎樣看 有怎樣評論 或者怎樣看美國這個地方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雖然 這麼多位的留言 我未必能夠每一個都直接 去留言回覆大家 但是你每個留言 我都是會去看的 也都歡迎這麼多位朋友 如果是說 你有什麼任何意見 可以下面留言之餘 也可以嘗試在我的個人Facebook中 你inbox問我都可以的 記住了 請大家喜不喜歡都幫手按個like 留言分享 訂閱讚好 另外就是把這條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好像你一樣 和家偉一起論盡香港 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今天晚上會有直播的 就是會有施政和黃宇漢和家偉一起 繼續和大家說國際時事 晚一點再見 拜拜 每次都行 都行 做一些 WOOD 我知道